2-7-2阵型代表着未来,他正在酝酿世界足球的变革,拥有意大利和巴西双重国籍的球员迪亚哥莫塔在整个职业生涯,中都担任着球队的主力,胜任多个中场位置的他,既可以参与进攻,也可以站在后腰位置上,破坏对手的进攻。 去年夏天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后,他现在以巴黎圣日尔曼U19主帅的身份,继续着自己的足球事业,他向米兰体育报透露道,自己与巴黎圣日尔曼U19队有这两年的合约,他对于执教这支球队充满着热情,希望以2-7-2阵型,掀起足球领域一场新的革命。 我认为球队需要更有进攻性,无论再有球还是无球状态,都应该更多的跑动,我希望持球的球员总能有三四种选择,并且有两名队友前来帮忙。 我不喜欢用数字来表示阵型,因为数字会有一些迷惑性,根据球员能力和状态的不同,他们可以使5-3-2阵型具有很强的攻击性,也可以把4-3-3作为防守阵型。 前段时间有一场比赛,我们的两名边后卫,最终就踢到了9号与10号的位置。 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萨姆埃尔和基耶利尼,这样的正牌中类,通常来讲,我们所说的用数字所代表的阵型,都不包括门将在内。 所以,当记者问莫塔2-7-2阵型,是否意味着会有12人上场时,莫塔解释道,门将被包括于中场的7个人之中。 对我来说,门将是第一个发起进攻的人,进攻是从门将的脚下开始的。 而前锋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,他们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反抢并夺回球权。